觀眾朋友好 我是薛蘭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8月7號 星期日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5日 美國兩位共和黨參議員 在德州達拉斯舉行的 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上 接連向保守派人士發表演講 警告美國正在遭受社會主義者的攻擊 在前一天的活動開幕式上 匈牙利總理維克托表示 他的國家打敗了共產主義 現在美國也必須這麼做 進步人士和全球主義者 只是共產黨人的代名詞 佛州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 告訴數千名與會者 今天 我們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危險 激進左翼已經成為內部的敵人 他們現在控制著民主黨、政府、媒體、學術界 大科技公司、好萊塢、大多數公司董事會 甚至一些美國最高軍事領導人 他說 社會主義者正在破壞開國元兇們 創造的美國 將其變異為無根的東西 他們想抹去歷史、愛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性別 剝奪言論自由和持槍權 以及美國以家庭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 目標是試圖結束美國 用控制取代自由 他們想要壓制所有的反對意見 社會主義會導致兩件事貧窮和壓迫 社會主義已經導致了1億人非正常死亡 它是邪惡至極的 斯科特還說 激進的左翼政策導致了貨價空空如也 邊境危機 警察受到攻擊 通貨飆升和物價不斷的上漲 為了拯救美國 請投票讓共和黨人重新掌權 一旦獲勝 保守派需要阻止左派的議程 我相信現在是拯救美國的時候了 斯科特還提出了計劃說 首先是在學校裡教育孩子們宣誓效忠 並告訴他們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保守派必須結束左派的種族政治 也就是根據膚色來不道德的評判一個人 美國需要把共產中國當作外國對手 結束與中共的關係 其他步驟還包括結束選民欺詐 並確保檢察官禁職禁責 依法懲處罪犯 否則將被解雇 國家需要邊界 所以美國必須完成隔離牆 隔離牆應該以川普的名字命名 這贏得了人群的一片讚許聲 德州共和黨參議員克魯斯表示 中共威脅說 如果佩洛西飛往臺灣 她的飛機可能受到攻擊 而白宮新聞發言人則說 政府對這一威脅沒有立場 對於中共的威脅 唯一正確的答案是 將其視為戰爭行為 即使有這麼多來自左派覺醒議程的威脅 但是美國的復興即將到來 克魯斯讚揚了年輕保守派人士 說他們不得不忍受那些強迫他們用代詞 介紹自己的覺醒派共產主義教授 保守派贏得對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 是至關重要的 共和黨人需要與年輕人、非裔美國人 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交談 以幫助該黨取得成功 我們將一起恢復山丘上那座閃亮的城市 這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7日 川普敦促共和黨人 不要在11月的中期選舉前自慢 並警告 如果民主黨人繼續控制華盛頓 美國將處於委內瑞拉的邊緣 《華盛頓時報》報導 川普在德州舉行的 保守黨政治行動會議上成為了全場焦點 中期選舉初選的結果顯示 川普繼續在共和黨中發揮重要影響力 美國人大概率在秋天將會看到國會的紅色浪潮 但川普說 現在不是自慢的時候 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對付激進左派、社會主義和法西斯分子 我們必須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們一定會慘敗 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在初選中面臨巨大的困難 民主黨方面則認為 當一切塵埃落定時 選民將支持溫和的民主黨人 而不是川普選擇的共和黨人 在為期三天的活動中 收集了近七成的匿名在線選票 川普的支持率比2月的 奧蘭多CPAC峰會的59%上升了10個百分點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獲得了24%位於第二 比川普低了45% 6日 恰逢民主黨在參議院通過7,400億美元的 醫療保健、氣候、稅收和支出一系列計畫的道路上 清除關鍵程序障礙 意味著民主黨在經歷了數個月的談判之後 取得重大進展 川普將大部分責任直接歸咎於參議院 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原因是他沒有阻止拜登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 該法案會導致國會出現滑坡 麥康奈爾嚴重傷害了共和黨 川普說 我們必須做我們該做的 讓美國回歸 美國處於深淵的邊緣 我們在未來的幾個月和未來幾年的所為 將決定美國文明是崩潰還是獲勝 8月7日 中共軍方突然宣布 東部戰區將繼續在臺灣周邊海空域進行聯合演訓 分析指出 中共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應對美國海軍 里根號航母折返南海 據央視新聞的官方微博顯示 7日 中共軍隊東部戰區按照計劃 繼續在臺灣周邊海空域進行實戰化聯合演訓 重點檢驗聯合火力對地打擊和遠距離空中打擊能力 但通報沒有給出軍演的結束時間 擺出似乎要無限期合圍臺灣的姿態 分析指出 中共方面曾報道 中共在臺灣的軍演迫使里根號航母不得不轉向 離開南海 回返其在日本的海軍基地 但6日傳出的消息顯示 里根號航母已經折返 向南海使勁 中共為了給小粉紅們一個交代 又匆忙的宣布延長圍繞台海的軍演 以擺出與美國對峙的姿態 與此同時 中共也宣布在渤海和黃海的實彈軍演 據中共官方媒體的報導 8月6日至8月15日 每天80至18時 在黃海南部部分海域 進行實彈射擊 禁止駛入 8月6日4時30分至19時 渤海北部軍事演習 禁止駛入 分析指出 中共就是劃分了幾個實彈射擊區域 並沒有派出實際兵力接近臺灣島 因此 這完全就是一種外交層面上的對峙 根據形勢的需要 隨時可以所謂的延長軍演 隨時又可以所謂的結束軍演 而目前 中共此舉可能主要是針對里根號航母 將穿越臺灣海峽的計劃 資深軍事評論家齊樂毅認為 這次對臺的軍演範圍壓縮到臺灣領海 沒有防衛縱深了 中線也沒有了 對未來臺彭金馬的防衛作戰構成很大的壓力 說明美國對臺灣承諾與關切 應該進入實質階段 建議這次軍演過後 臺灣 日本 美國首要重視情資互通共享 這些國家圍堵中共的本質是民主對抗專制 而且臺灣是站在最前沿的民主國家意義重大 德州州長阿伯特5號確認 當天一輛滿載無證移民的巴士抵達了紐約市 此前 德州已經多次用巴士將非法入境的移民 送至華盛頓DC等地 這是德州首次確認這類巴士抵達紐約市 據媒體報導 經歷了2000英里的長途跋涉 這輛巴士在5號早上6點半左右 抵達曼哈頓的航港局巴士中心 車上載有約50名無證移民 其中絕大部分是男性 一些慈善組織工作人員和義工已經在那裡迎接他們 並將他們送往紐約市內的酒店或庇護場所 德州州長阿伯特表示 由於拜登持續拒絕承認由他的開放邊境政策造成的危機 德州政府已經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保護我們社區的安全 除了華盛頓DC之外 紐約市也是這些移民的理想目的地 他們可以在市長亞當斯吹噓的庇護城市中 獲得足夠的市政服務的住房 上個月 紐約市長亞當斯呼籲聯邦政府立即提供協助 他表示 目前由於來自拉美等地區 尋求庇護者的湧入 紐約市的尋求庇護者人數正在大幅上漲 一些家庭被德州和亞利桑那州政府用大巴送來 另一些則是由聯邦政府送來的 亞當斯當時披露的數據顯示 幾週內有近3,000名尋求庇護者進入了紐約市 不過 一些民權組織不同意亞當斯 將紐約市當前的遊民危機 完全歸咎於新湧入的無政移民 他們指出 由於大量房客被驅逐 遊民系統人手不足 紐約市的遊民所此前已經人滿為患 韓國東亞日報6日報導 針對中共外交部日前要求尹熙悅政府 應該遵守文在寅政府時期有關 戰區高度防空系統 也就是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的三部承諾 韓國駐中國大使館高層相關人士鄭重反駁 這不是承諾 這位人士5日在北京會見記者時明確表示 之前文在寅政府相關談判的首席代表 和政府發言人也曾表示 薩德三部並不是承諾 此前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7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公開要求韓國維持薩德三部政策 他強調 新領導人不能迴避舊帳 任何國家都必須保持對外政策的 基本連續性和穩定性 4月份 韓國文化日報爆料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政府秘密聽從中共的要求 限制美國薩德反導彈系統的使用 被一些韓國人視為喪權辱國 當時 後任總統尹錫悅的政權交接團隊 要求文在寅政府交代確切的真相 報導顯示 中共2017年要求文在寅政府 遵守所謂的三部政策 就是韓國不再部署新的薩德 不加入美國為首的導彈防禦計畫 不組建韓美日軍事同盟 此外 中共還要求韓國限制 使用慶上北道星洲郡的既有薩德系統 但文在寅政府不聲張 透過實際上不讓薩德完全運作來遵守 尹錫悅則承諾 將部署更多的美國薩德導彈系統 來反制中共和朝鮮的軍事威脅 Costco很多的產品性價比高 還有慷慨的退貨政策等方面 深得消費者們的喜愛 很多粉絲尤其喜歡Costco自產的品牌 Kirkland的產品 下面為您介紹其中的11種常用產品 十分物有所值 第一種是嬰兒配方奶粉 Kirkland所有的奶源 絕大部分都來自美國各大奶牛牧場 其嬰兒配方奶粉更接近母乳成分 Kirkland Signature ProCare嬰兒配方奶粉 是目前最實惠的配方奶粉之一 並且被產品評論網站Ware Cutter評為第一 下一個是洗衣業 消費者報告和Ware Cutter都將Kirkland Signature Ultoclean洗衣業評為最佳實惠洗衣業 下一個是金霸王電池 Kirkland的普通電池是由超級值得信賴的 金霸王電池製造公司生產的 下一個是汽油 Kirkland Signature品牌汽油 經認證符合頂級性能標準 意味著它含有特殊物質來清潔汽車的發動機 並幫助發動機更高效的運行 再一個就是衛生紙 Kirkland Signature Bath Tissue 是性價比很高的衛生紙 每卷近70多美分 再有就是金槍魚罐頭 Costco以18.99美元的價格出售 7盎司8罐包裝的白長崎金槍魚 而同等的Bumblebee產品 在亞馬遜的售價為26.90美元 再有就是特級出榨橄欖油 Kirkland品牌有機特級出榨橄欖油 是Netflix的Salt Fat Exit Heat節目中的主廚 諾斯拉特推薦的品牌之一 特級出榨橄欖油是最純淨的橄欖油 營養最豐富 每天用兩勺特級出榨橄欖油 代替飽和脂肪 例如動物和乳製品脂肪 將改善人體健康 再有就是垃圾袋 Kirkland Signature FlexTech垃圾袋 足夠堅固 可以承受35磅 唯一的缺陷是它的束帶 不像是其他產品那樣收得緊 還有就是有機花生醬 Kirkland Signature有機花生醬 僅含有兩種成分 乾烤花生和海鹽 不含有任何防腐劑 還有一些用戶說 你可以通過將未開封的花生醬罐子倒置存放 以使得這種天然花生醬的油沉澱在罐子的底部 還有就是Reynolds錫紙 Kirkland錫紙比普通的Reynolds錫紙的尺寸要更大 每平方英尺的價格為0.05美元 而Reynolds的價格為0.07美元 最後一個是China的一次性紙杯 Costco出售的大包裝一次性紙杯 Kirkland的品牌由美國China的公司生產的 China的公司生產盤子、碗等一次性的餐具 已經有90多年的歷史 觀眾朋友 中共外交部日前要求尹錫悅政府 遵守韓國前總統做出的所謂三部承諾 但韓國方面明確表示 那根本不是承諾 尹錫悅也曾明確表示 將部署更多的美國薩德導彈系統 來反制中共和朝鮮的軍事威脅 您覺得中共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來回應韓國嗎? 歡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TV的頻道 就請幫助我們訂閱、點讚和轉發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chasing一點F ils attention